好,我們回答Takashi的問題 他就問941 他說一個走勢,即是中移動 他說走勢是否正在轉弱呢 他平均買入價是51元 他一直都打算用來收息 他說現在在虧價 應該怎樣操作呢? 沒有,其實 所謂那個論點 你在經濟衰退的狀況 想財食堅守 實在太過搞笑了 你說要虧價是合理的 當大家市場在想經濟衰退 因為近期市場在炒 就是那些政策風險監管放寬 所以資金跑去炒騰訊 那些股份的短線 941是在輸的 當然你看到1月份 941升到百分之一 那段時間回A 再加上說 業績上面見到 阿布又回升 但是狀況是多 你沒理由 如果你在業績前期這段時間 941叫做相對比較安全 但問題就是市場一定會想 派息比率會不會再升上去 但我覺得以目前白了的股息率來說 真是安全的 我不知道你51元拿是近期才買 還是拿了一段時間 拿了一段時間 你扣了特別息 股息 那些狀況 你正在贏 但是 未必真的能夠做到財食堅守 你要做財食堅守 起碼一定要捱整個經濟衰退之後 再經濟復甦 一個比較長線的部署 所以短線 你說打算收息 他派到息給你 那就可以了 不要想財食堅守 你這些市況上 我們說你要財食堅守 是很難很難的事 你想找找稍稍收息 有幾個星期才跟你說過 從未完頂存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但941的問題真的不大 就算回到 但角度上 回到46元的問題也不大 因為到時候 那個時間跌得更深 所以如果你在投資市場 做資產配置上面 拿941我覺得是很合理 是很差 是一個正常recommendation 但是問題就不代表 股價短線來說 不會陪下去 你說未來業績上面 你看看他能不能夠增加 派息比率 但是我覺得不容易 這一刻都派到8厘左右給你 還想怎樣 所以你的態度上買941 只要他每年每半年 能夠有一個穩定派息的狀況 給你就可以了 但短線就不想投資會堅守 好啊